去年出道的韓國十一人男團 Omega X在巡演期間 遭到經紀公司江姓女老闆收入即時報 16號召開記者會揭開內幕 隊長載汗通路江姓老闆常在練習結束後 要求成員陪酒並且會言語性騷擾 甚至摸大腿 牽手摸臉等肢體接觸 結束後更不斷傳訊息及來電 不配合就恐嚇成員 去年六月出道的他們 從十一月開始遭騷擾 經紀公司也被爆出放任江姓老闆的 正式同為高層的黃南 風波延燒下女老闆宣布引咎辭職 K-POP的許多演習生員 或現時活動的歌手們 也有這種不大問題 四名成員因不安焦慮等症狀 接受精神治療 在漢表示只想被當作成人尊重 而不是被當成商品 OmegaX也要求解約 提出強制委屈、蟹、恐嚇未遂等 刑事訴訟硬起來提告 TVBS新聞中影論紅天台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